朱婷静观比赛,重炮欣轻狂砍20分,重瓦基福银行闯进女排杯赛4强。 朱婷静观比赛,重炮欣轻狂砍20分,重瓦基福银行闯进女排杯赛4强。 刚刚结束的土耳其女排杯赛4分之1决赛,面对实力逊于许多的贝西克塔斯女排,瓦基福银行女排在首发阵容上有所保留, 中国女排队长朱婷、拉西奇和自由人奥格等主力并没有首发出场,在赛场外静观队友打比赛, 而是由外援罗宾逊、迪尤里奥和卡拉库尔特领衔出战,最终瓦基福银行直落三局以3比0轻松取胜对手闯进女排杯赛4强,三局比分为25比22、25比20和25比13。 本场比赛,朱婷全程休战,重炮新星接应卡拉库尔特掌控比赛狂函全场最高的20分,罗宾逊8分和泽赫拉11分。 第一局,开局阶段奥自8一发球,则赫拉三号为短平快反击先下一分,卡拉库尔特二号为反击打中2-0,贝希克塔斯连得2分2比2,随后双方比分你来我往打到8比8平, 中局阶段罗宾逊进攻连得2分和梅里斯发球连得3分,瓦基福银行将比分拉开到14比9,第二次暂停回来后吉尔科夫二号为轻打斜线得分赌轮14比10, 则赫拉三号为平打得分16比11,局末阶段卡拉库尔特进攻连续被拦17比13, 梅里斯三号为快攻得分18比14,瓦基福银行用两点换3点,贝希克塔斯连续追分至18至17, 两队发球连续失误21比19,则赫拉篮网得分22比19, 罗宾逊二号为进攻得分23比20,贝希克塔斯触网和发球出界, 瓦基福银行以25至22拿下第一局。 第二局,瓦基福银行上来就一传失误和罗宾逊被蓝0比2, 卡拉库尔特后攻得分1比2,贝希克塔斯连得4分1比6, 罗宾逊二号为打直线得分2比6,并且连续追分至6至8, 终局阶段瓦基福银行落后2分进入技术暂停, 暂停回来后卡拉库尔特连得2分追平比分12比12, 14比14平后,瓦基福银行2点换3点, 斯洛特耶斯和古卢巴伊上场, 瓦基福打出一波6比1的小高潮, 大比分20比15领先, 20分以后,罗宾逊下场休息, 斯洛特耶斯连续失误, 贝希克塔斯连续追分至20至21, 瓦基福银行连得4分拿到局点, 莱克柳克进攻出界, 瓦基福银行以25至20再赢一局, 第三局开局阶段卡拉库尔特拦网得分, 贝希克塔斯发球失误2比0, 双方战至5比5平后, 瓦基福银行女排连续抓反击将比分拉开到10比7, 随后连得2分以12至7进入技术暂停, 终局阶段暂停回来后, 瓦基福银行稳住一攻, 在比分上始终压制着对手打16比11, 局末阶段瓦基福银行女排没有给对手任何反扑的机会, 发扣篮连续发威, 以大比分20比12领先对手, 瓦基福银行打出一波小高潮23比13, 图格巴德分瓦基福银行拿到赛点, 贝希克塔斯一传失误, 瓦基福银行以25比13拿下第三局, 从而大比分3比0轻取对手闯进女排杯赛四强, 瓦基福银行在晋级女排杯赛半决赛后, 对手将会是肺内巴切女排与土耳其航空女排之间的胜者, 不出意外是肺内巴切女排, 这将会是一场硬仗, 另一场半决赛应该在加拉塔萨雷女排和伊萨奇巴西女排之间进行, 两场半决赛具体开打时间是明晚的19点和22点, 届时这两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精彩, 朱婷和瓦基福银行加油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